安装上 然后把包盘锁死 两边 上面有皮带 皮带正紧,不要也太紧 好,包盘就这样 先把这里锁紧 上下不要晃动 夹紧这个 上面这里 这个把它夹紧 刷下,包下 上下可以摇动 这个轴承的,这个轮子的中心和这个轴承的中心是一条线,在一条线上面 摇动 摇动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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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轮子不要加太紧 里外跟着转动就可以 加太紧的话,这个轮子轴承容易坏掉 然后把它锁紧 然后把它锁紧,锁死 上下都锁死 然后这里数字 下面数字,红色数字,显示4000 这两个电源对准 对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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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示4000就可以了 标签 放下来 多点 向上 往下 这里 把机型打开 等下复位 这里就可以转动了 这里是转不动 这里是转不动 这里机型要按下去 这里 这里是转不动的 按下去 这里就是转动了 转下来之后 这里切刀要手转一下 切一段 看看中心路有没有加好这样 可以了 可以了 手足转一下 然后切到 然后我们切的位置是个位置 然后盘这个就可以了 再切了 好 还差一点 好 还差一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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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关掉吧 先关掉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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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